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一件震驚日本的黑掛虎猶殺事件 一個轟動日本的名字 木倒佳苗 是一個能夠將男人迷到愚痴愚醉的副家女 他先後猶殺了六名男子 過著窮車極次的生活 甚至在他入獄的時候竟然結過三次婚 你一定覺得他不是很漂亮就一定是身材很好 但若然你見過他的尊容的時候 一定會說一句匪夷所思 你想不想知道這一連串顛覆人類審美價值觀的凶案是怎樣發生的呢 你又準備好揭開他俘虜男人心的獨門比方沒有呢 今天就由十一年前日本的一宗自殺案講起 在2009年8月6日 其肉怨婦事件事的月極停車場 一個41歲的男人的遺體被發現了在車裡面 警方初步推斷這個男人是消炭自殺 但確認了死者身份之後 警方就覺得很疑惑 這個男人沒有遺書 也都沒有自殺的動機 他死前才剛剛在網上公佈了自己要結婚的消息 準備要跟自己的伴侶去見女方的家人 更加可疑的是發醫驗屍之後 竟然在那個男人的體內檢驗到安眠藥的成分 難道這個是謀殺? 由於案件疑點重重 其肉怨警察著手調查之後 發現死者的女友 當時34歲的木島佳苗極為可疑 在警方進一步調查之後 發現過去木島的男友 竟然有兩位都是消炭自殺 而死者的銀行戶口都不約而同地被拿走了些錢 所以就懷疑木島詐騙殺人 而除了兇案之外 木島都牽涉了多宗的詐騙和盜竊案 而受害者全部都是跟他交往的中年男人 這件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媒體的極大關注 木島的身份曝光之後 她的樣子反而成為了全城的焦點 女騙徒用美人計騙分騙才 一點都不出奇 其周其賽她身高155cm 體重差不多有170磅 基本上是一個肥妹 而她的臉圓圓 雙下巴 鼻扁 跟美女這個字肯定沒有關係 但是她又怎樣可以把男人一次又一次地迷倒呢? 甚至跟她發生高達10萬日元的性交易 究竟木島憑著什麼本領可以俘虜男人呢? 她是不是又私藏了與別不同的招數呢? 現在就等我們分析她的成魔之路 和其他三個俘虜男人的秘密 大家會不會認為窮人才會偷東西呢? 木島佳苗在北海道的中標栗丁出生 雖然她家境優越 父親從事司法要職 而媽媽就是一個鋼琴老師 她表面上品學兼優 但木島的父母就發現她自小學起 就已經有偷竊的不良習慣 在高中時期她曾經表示自己四十幾歲的男朋友 指使她到朋友家裡偷幾百萬日元 最後令到她父母要幫她還錢 所以被判保護觀察的處分 而她在19歲讀高中的時候 更加開始了援教的工作 她每次都是跟男顧客說一些有關結婚的主題 誘導對方和她盡快發生性行為 務求用身體來俘虜對方 木島受到教訓不改都不止 還變得越來越嚴重 在大學時期 她因為嚮往都市的繁榮 就去了東京入讀東洋大學 但因為無心向學 第三年拖欠學費 最終被學校開除學籍 她除了瞞住家人這件事之外 她還從事豐族行業 而她的偷竊迫號都從來沒有改善過 在1999年到2008年 她犯下了大大小小 中共有七件的偷竊和欺詐罪 而在2003年更加因為在網上拍賣進行詐騙 已被判刑兩年零六個月 但是坐牢這件事沒有令到她收斂了 反而在2007年開始魔性佔老頭角 踏上了殺綠之路 第一名受害者A 是住在千葉縣重護市的70歲男人 她在2007年的8月 在自己家裡的浴室被發現身亡 目睹殺害了這個男人之後 就拿了去7400多萬多日圓 第二名的受害者B 是東京都青梅市 一個53歲的普通公司職員 她在2009年1月被發現一氧化碳中毒死 而目睹殺害了B之後 就在B的銀行戶口 拿了1700萬的日圓現金 在同年的5月 第三名的受害者 是千葉縣野田市的80歲男人C 一樣被發現在家裡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而目睹同樣都是在C的銀行戶口裡面 拿了190萬的日圓現金 而受害者C的家人更加懷疑 家裡的名畫被目睹偷了 之後轉手高價賣出 而在2009年8月 就出現了第四個受害者D 也是我們一開始講的停車場自殺案 目睹以希望結婚為名 在受害者D死之前 拿了470萬的日圓 就是由這件案件開始 其獄院的警方首先展開了深入的調查 除了以上四個男死者之外 目睹更加涉及了兩個男性死因不明的案件 但是成功起訴的只有BCD的三件案件 目睹總共握了接近1億日圓 而他將錢通通都花在生活品味上 他殺害了三個男人之後 在2009年的春天 他用了70萬日圓 去了巴黎南大廚藝學校 進修了三個月 然後他就買了一輛Benz的房車 和月租22萬日圓 入住了高級豪宅Penthouse 而他對外方稱父親是東大教授 而自己就是一個鋼琴老師 和營養調理師 叫做吉川英 所以可以見到他在殺了人之後 就揮霍其他人的財產 全力地打造自己理想的生活 不過最誇張的不是富貴的生活 而是他俘虜眾多男人的秘密 雖然木島其貌不揚 更加可以說他其實是醜樣 但他很明顯不是靠外表來 俘虜男人心 而是靠出眾的語言藝術 廚藝和床上功夫來吸引了不少男性 屋琦優秀的教養 令到木島精於話術 所以他能夠在自己的網誌 累積了不少的粉絲 同時也有人說他擁有了 天使一樣好聽的聲音 加上他精湛的說話技巧 成功在網絡世界打造出 充滿魅力的女性形象 他的教養水平非常之高 這一點可以在他監獄裏面 所寫的自傳禮讚可以了解得到 這本自傳的內容和用詞 不是一般人可以寫得到 而在木島親筆書信上面的字體 更加可以說是端正優雅 正所謂捉住男人的胃 就可以捉住他的心 他第二個展現魅力的地方就是廚藝 分架雙親網站 是木島捕捉物的主要途徑之一 他在網站上自稱吉川英 指自己是一個研究新料理的食生活專家 同時他都很喜歡展現自己家庭主婦的一面 去攻陷那些適合結婚的男性族群 跟他們拍拖之後 木島就會繼續用廚藝去掌握對方的好感 性愛技巧高超 也是木島非常自豪的魅力之一 在公審裏面 他曾經表示自己的性器官構造非常之特別 他認為 與其是講技巧 更加應該說本身的機能就已經比較好 所以他就自稱自己可以帶給男性夢寐以求的性愛 他更加舉例曾經有一次在援交的時候 有客人稱讚他說 在他光顧那麼多的女性裏面 沒有人比他更加厲害 所以還收到了10萬日元的小費 木島更加指 自己不單止在身體上可以滿足男性 在過程裏面與男人心靈的交會 更加是令到男人沒有辦法離開他的關鍵之一 木島在落網之後 案件在2012年開審 他由頭到尾都否認自己殺人 他表示自己是受到死者所託將木炭交給死者 又或者是因為他提出分手 而導致死者自尋短見 經過了36次公審 召見了60個證人 100天的審理之後 木島被判死刑 他不服判決 但是都上訴不果 在2017年法官判決的時候強調 這些殺人的事件是事先已經計劃好 所以性質極為惡劣 被告人不合理的自辯 加上完全沒有展露反省的態度 所以只可以是死刑 沒多久他在獄中開始寫日記 結果吸引了大批的粉絲 其中更加有男粉絲 因為迷上了他的字 而跟他結婚 他即使沒有任何的身體接觸 都可以有迷到男人的能力 在入獄的期間更加結果三次婚 他更加會在獄中的日記 記錄他們的婚姻生活 成為了全城的葉劃 你又覺得自己能不能夠抵受木島的誘惑呢? 我將會在留言區留下了木島親筆書信的link 效下大家的定力 希望你都會喜歡這件案件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對這件案件的想法 記得like和subscribe原子檔案這個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